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在海外备受争议的孔子学院,其背景备受关注。 近日,中共最高层为孔子学院,出台了一个专门文件。 有分析表示,中共通过这个文件,直白地告诉世界,孔子学院不只是教中文,还有外交任务。 据中共官媒报道,1月23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建设孔子学院,使其服务于中共LDKUO,特色大国外交LDKUO。 这不是中共第一次向外披露孔子学院的政治任务了。 2014年底,Otco,孔子学院LDKUO的总部总干事,徐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曾公开宣称, 孔子学院的存在就是为了对外,输出中共价值观。 徐林在同年7月出席在葡萄牙召开的欧洲汉学学会第二次届双年会时,在开幕典礼上海曾要求将所有大会手册上有关奖金国基金会的介绍整页思绪。 实时观察人士薛迟表示,2007年,中共Otco十七大Otco报告首次卸入Otco,软实力Otco此后中共积极,在国际舞台显示其LDKUO,党化RDKUO, 聊的所谓中国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最令人注目是在全球广泛建立孔子学院。 资料显示,孔子学院隶属中共教育部所属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是由中共政府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汉语教学机构,首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 截至去年12月,全球已有146个国家和的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大规模地出现,国际社会渐渐注意到,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输出LDKUO,中共当局的一实行,太LDKUO,的目的明显, 学校内不能讲被中共视为LDKUO,禁忌RDKUO的课题及各种规定,俄罗斯政府曾因此指孔子学院,发挥LDKUO,外国代理人作用RDKUO是间别机构,违反当的法律,在国际上,抵制孔子学院的国家建增。 2013年9月,法国里昂第二基地三大学中,断了于中山大学合办的里昂孔子学院,2015新年一时,斯德哥尔摩大学关闭欧洲,首家孔子学院,在已有一百多所孔子学院的美国,全美学者协会于,去年5月3日,发表了题为外包给中国,在美国高等学府的孔子学院及阮实力的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海外国家的区,输出其以实形态,干预美国高校学术自由情况,并呼须关闭,所有孔子学院,该协会还与美国捍卫自由联盟局,行了纪录片,加孔子之名,美国首赢会,该纪录片深入探讨了孔子学院,在国际上备受争议,并受到抵制的现象,前加拿大情报局亚太主管MI, 查德罗·科斯利亚认为LDQOO,全球很多情报机关和反情报机关,以及加拿大情报局,已经认清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Eartco,去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载,题目为,中国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长了的文章说,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接受来自北京支持的孔子学院的资金,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孔子学院资助的与联合文化中心,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引起了人民日益增长。